在国语女队中,这个人一直被称为是女队颜值的担当,他就是于小韩,从他的比赛来看,没有明显的缺点和破绽,表现也终归重局,但他的搭档教练似乎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。 小编分了下本赛季的国语主要赛事名单,他几乎都没有入选,2018全英赛,2018亚锦赛,2018游伯碑,2018市锦赛,2018亚运会锦赛市锦赛中出现一次搭档黄雅琼,其余都没有,感觉有些悲催的先来。 看看女神基本资料 安徽怀北人,1994年9月出生,曾经得得2017澳门赛和新加坡超级赛女双冠军,女双目前世界最高排名第20位搭档是汤金华。 小编看了下女神的双打比赛视频,进攻和防守也都不错,为啥总不给机会呢?而且,女神的搭档也不固定,并且女双,混双都打的。 混双和黄凯翔、李俊慧、刘宇晨、卢凯都配合过2013年的时候,和李俊慧搭档混双,2014年台北黄金大奖赛上,搭档刘宇晨拿下了混双冠军,也算是出名很早了。 2016年,也搭档过黄凯翔,后来可能混双成绩不理想,被教练组改成打女双,又先后和包一新,汤金华、黄亚琼搭档,目前和汤金华的排名最高,第20位,和黄亚琼的女双排在第22位,现在主要和汤金华搭档了。 其实女神还是很有集体荣誉感的,今年游杯虽然没有她,但在照片中特意搏了下怎么样,效果不错,而还有,女神闲暇之余,也是一个十足的段子,守中国在西间,偷拍正思维,正建造更早和黄亚琼的段子。 最后,还是希望女神能坚持下去,遇见最美的自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